8个红色植物谁能单挑一个日本巨人 比赛规则如下 僵尸阵容是一个四阶将军巨人僵尸 植物都是一株加三个坚果 考核规则如下 击杀巨人就是王者 挑战失败就是辣子鸡 帅哥亮女们 记得长按点赞三连走一波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个出场的是克金植物丧肾爆破手 一到四阶平平无奇 甚至可以说是菜狗 五阶后有4%概率扔毒气弹 有12%概率丢闪光弹 有4%概率扔鸡飞部分僵尸的爆破坛 他如果想要获胜 就得欧还出毒气弹 不然也是难过此关 最后千军一发丢了毒气弹 但是巨人也一锤子将他砸死 这平局能给他王者称号吗 交给你们评判吧 第二个出场的是星境火神猎眼火爵 这个植物目前来说非常弱 首先在控制方面 火爵攻击间隔过长 每次还只是单体击退 一到四阶还不能击退巨人 与圆弯相比 攻击间隔远不如圆弯 二阶以上圆弯已经可以群控 并且圆弯一阶即可击退巨人 在伤害方面 火爵刮杀得很 远不如大部分同阶的金卡 总结就是要控制控不好 要伤害很刮杀 有能力的话收藏即可 但是面对一个巨人的话 他也是王者 真是应验了那句话 没有最差的植物 只有最合适的植物 第三个出场的是霸气女王火焰花 僵尸在远处时 火焰花女王会抛射火球 一旦靠近一些距离 就会发射贴地火焰造成持续伤害 五阶火焰花女王在沙滩前期竞速 能打潜水 总的来说用途还是有的 但是伤害方面还是打不死这个巨人 辣子鸡称号给他吧 第四个出场的是超强控制 苹果迫击胖 和桑身一样 都是克金植物 都是红色植物 都是五阶才开始牛斑 五阶后单格控制架不低的攻速 放上几个即可控制失常 无尽挂机阵首选植物之一 但是伤害低了些 而且一个苹果控制力不够 打不赢也是没办法的 辣子鸡给他吧 第五个出场的是 手动植物爆炸草莓 它有三种形态 第一个形态绿色 爆炸效果较差 第二个形态大红色 爆炸伤害高了许多 第三个形态鲜红色 爆炸伤害很刀 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打赢巨人 成长时间太久了 除非用歌手向日葵催熟 辣子鸡给他吧 第六个出场的是 蓝卡火龙果 对于他来说有点吃亏了 谁叫它也是红色植物 重规重矩的勒投手植物 通常情况下 作为现实宝物的副产品出场 大招效果与原始豌豆的装扮 大招效果略微重复 且效果不及对方 这使得它的处境十分尴尬 总之辣子鸡给他吧 第七个出场的是 只有四阶的火焰豌豆 既然没有五阶 就给它种植两个吧 优点是不会被冰冻 可以融化周围的冰块 如果没有获取辣椒投手 并且过早地开启了冰河世界 这个植物会是个不错的破冰利器 无论如何还是打不赢 辣子鸡给它 第八个出场的是 也只有四阶的红针花 大招会释放激光 拥有三个形态 该植物有些冷门 一般在砸罐子或追击特定关卡 利用大招发射 可以攻击到场外的激光速刷 探险即可四阶 不用多说了 肯定也是辣子鸡称号 看到最后的大佬 点赞扣666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点赞关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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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关注评论